穿越乱世 风霜丽静 平淡归来 第一章 大少爷的胡作非位 江城大学即将迎来毕业季 校园里洋溢着一片兴奋和紧张的氛围 而这一切似乎与江家大少爷江城风无关 作为江城最富有家族的继承人 他一向已不学无数胡作非位著称 沉积跳车尾 花天酒的 让家族蒙羞 大家都在等着看他毕业后 如何把江家闹各天翻的富 江城风一身名牌 慢悠悠地走在校园里 今天 他又被安排了一次相亲 对方是个没身份没地位的老实人 这是那些不怀好意的人刻意安排的 希望看他笑话 江城风对这种安排早已司空见惯 他懒懒地笑了笑 心想无聊的游戏而已 第二章 意外的穿越 相亲当天 江城风心不在焉地进了餐厅 对方是一位朴素的女子 眼神中透着一丝不安 江城风刚要开口嘲笑 突然感到一阵眩晕 眼前一黑 在睁眼时 他发现自己置身于一片混乱的战场 他被告知 这是动荡不安的乱世 而他现在的身份是一位无名小卒 周围刀光剑影 战火纷飞 江城风指的竭力保命 在这残酷的环境下 江城风不得不开始学习生存的技巧 渐渐的 他从一个顽固子弟变成了一个顽强的战士 第三章 奋斗与成长 在乱世中 江城风经历了无数生死存亡的时刻 他遇见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也结识了他的良师 一有一位精力丰富的将军 这位将军看出了江城风的潜力 对他进行了严格的训练和指导 江城风从最初的畏惧 迷茫 到后来的坚定 自信 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练 他参加了无数次战役 立下了赫赫战功 终于一步步从一个无名小卒 成为了一位受人敬仰的将军 在乱世中 江城风也见识了人间的百态 体会到了平民百姓的艰辛与痛苦 他逐渐明白 真正的英雄不仅仅是战场上的勇士 更是能够带领人民走向和平和幸福的人 第四章 功臣名酒 经过数年的奋斗 江城风终于成为了出江入乡的功臣 他不仅在战场上战功赫赫 还在朝堂上展现出卓越的政治才能 成为国家的重臣 他带领国家走向和平与繁荣 赢得了百姓的爱戴和尊敬 然而 当一切看似美好时 江城风心中却总有一丝淡淡的惆怅 他回想起曾经那个胡作非味的自己 和那常未完的相亲 他明白 尽管他在这个世界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但内心深处 他依然渴望那份平淡与真实的生活 第五章 重返现代 一天 在处理完一场重要的博士后 江城风走在宫殿的花园中 突然又感到一阵眩晕 当他再次睁开眼睛时 发现自己回到了现代 回到了那场相亲的餐厅 对面的女子依然坐在那里 眼神中带着不安 江城风惊讶地发现 自己并没有忘记乱世中的经历 所有的一切都历历在目 他再也不是那个不学无数的大少爷了 而是一个经历过风霜 心智成熟的男人 他看着对面的女子 露出了一个温暖的笑容 这次 他决定认真面对这场相亲 他知道 真正的幸福并不在于名利 而在于平淡生活中的点滴真情 第六章 平淡才是真 江城风决定从此过上平凡的生活 他拒绝了家族的庇护 选择了一份普通的工作 和那位朴素的女子结婚 过上了平淡而幸福的日子 那些曾经等着看他笑话的人 无法理解这样的转变 但江城风却从未后悔 他明白 经历过风霜的自己 更加懂得珍惜眼前的平凡生活 他的心中不再有那份浮躁 而是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 和对生活的热爱 尽管他不再是那个出江入乡的功臣 但他却找到了内心 真正的平静与满足 江城风在平凡的生活中 找到了真正的自己 风霜丽静 平淡归来 平平淡淡 才是真正的幸福 至于